一年三日七國集團峰會結束 會合聯合公布內容有涉及香港、新疆等議題 公布促請中國應該確守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承諾 確保香港享有高度自治、自由 又提到七國集團領袖嚴重關切中國的人權狀況 包括新疆和西藏的強迫勞動問題 中方一直強調所謂強迫勞動是反華勢力 為抹黑中國而炮製的眉天大方 又說在涉港、涉疆等問題的立場一貫明確 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干涉中國內政、抹黑中國的形象 損害中國的利益 七國集團峰會閉幕同意探討為俄羅斯石油設定價格上限 但未有時間表 七國又促請中國向俄羅斯施硬結束俄烏戰士 一連三日在德國召開的七國集團峰會閉幕 發表聯合公布 同意會繼續就俄羅斯出兵烏克蘭 令俄方在政治和經濟上付出代價 包括考慮採取措施 為俄羅斯石油設定價格上限 禁止運送超出上限的原油和石油產品 並邀請有相同理念的國家加入 但未有透露細節 公布特別促請中國運用影響力 要求俄羅斯停止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對於俄烏戰士引發全球糧食危機 七國同意額外提供45億美元應對全球糧食危機 和貧窮人口增加問題 克里姆林宮回應說 一旦西方國家落實向俄羅斯石油設價格上限 俄羅斯天然氣公司可能會修改現時輸氣合約的條款 發言人又說 只要烏方下令士兵放下武器 並滿足俄方的條件 俄烏敵對行動就能結束 至於星期一被導彈擊中的烏克蘭中部城市 克里面邱格一間救命中心 現場變成一片廢墟 襲擊造成最少18人死亡幾十人失蹤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指責是俄軍所為 是歐洲史上最大膽的恐怖行為之一 俄羅斯國防部就說 導彈擊中一個武器庫 但爆炸波及附近的救命中心 並引發大火 而俄羅斯外交部因應美國早前的制裁 宣佈擴大永久禁止入境的美國公民名單 共有25人 包括美國總統拜登的太太和女 無線電視記者林仲偉報導 七國集團封會結束並發表聯合公報 繼續譴責和制裁俄羅斯 非法侵略烏克蘭 包括考慮減少俄羅斯的黃金收入 為俄羅斯石油價格制定上限 公報亦促請中國確保 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和自由 一連三日在德國召開的 七國集團封會閉幕發表聯合公報 再次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 發動非法及不公義的侵略戰爭 七國集團將會繼續要俄羅斯 付出沉重而持久的代價 以結束戰事 並承諾就制裁行動採取史無前例合作 以減少俄羅斯的收入包括黃金收入 七國集團將採取行動確保能源供應 減少能源價格因市場異常情況而飆升 包括探索價格上限等額外措施 又重新會逐步減少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 對於俄羅斯戰事引發全球糧食危機 七國同意額外提供45億美元 應對全球糧食危機和貧窮人口增加問題 克里姆林宮回應說 一旦西方國家落實向俄羅斯石油設價格上限 俄羅斯天然氣公司可能會修改現時輸氣合約條款 公報又表示 七國集團有需要在共同的全球挑戰上和中國合作 但促請中國用影響力 要求俄羅斯停止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又重新台灣海峽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 維持印太地區自由開放 對東海和南海情勢表達嚴正關切 反對單方面用武力改變現狀或用脅迫來增加緊張 認為中國在南海的擴張沒有法律基礎 公報又促請中國應確守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承諾 確保香港擁有高度自治、自由 又提到七國集團領袖嚴重關切中國的人權狀況 包括西藏和新疆的強迫勞動問題 中方一直強調所謂強迫勞動是反華勢力 為抹黑中國而炮製的微天大方 又說涉港、涉疆等問題的立場一貫明確 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干涉中國內政抹黑中國形象 損害中國利益 無線電視記者楊德惠報導 《人民日報》發表全名文章 說面對香港複雜嚴峻 甚至一度風高浪急的局勢 以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 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搖 文章題為堅定不宜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習近平總書記引領一國兩制香港實踐行運事遠 說《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施 觸奴了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屏障 有力打擊了港獨、激進勢力的囂張企業 對香港迅速止暴制亂、恢復正常社會秩序 實現由聯盜時的歷史性轉折 發揮了關鍵作用 是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重申外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 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外國外港是每個特區從政者必須堅守的政治倫理 亦都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明確規定 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 中方敦促美國等國家 停止編造散佈虛假訊息的侵犯人權行為 美國等一些國家出於政治目的 編造、散佈、針對別國的虛假信息 打著人權幌子肆意干涉別國內政 濫屍單邊搶制措施 中方敦促美國等 立即停止編造散佈虛假信息 停止侵犯人權行為 中方代表星期三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消除虛假訊息對人權負面影響 高級別討論會上發言 對近年人權理事會 虛假信息泛濫表示高度關切 又說美國歷史上 多次借謊言和虛假信息 對其他國家發動戰爭 為這些國家人民造成深重災難 說美國等的所作所為 嚴重違反聯合國欠章中止和原則 嚴重侵犯人權 中國代表也強調 多邊人權機構在討論人權問題的時候 應該基於事實 避免助長虛假訊息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考察民政部 強調要推動經濟盡快回復常軌 以發展速就業 以就業保民生 盡快令失業率下降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升旗一到民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考察 參觀中國就業培訓技術指導中心 他又到民政部社會救助師 了解低收入人口監測信息 和救助政策實施的情況 他同日也在民政部主持座談會 表示受疫情等超預期因素影響 中國經濟出現新的下行壓力 當前穩經濟的政策措施 政家快樂地見效 經濟總體有所恢復 但基礎還不穩固 穩就業任務依然繁重 他又形容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 穩經濟大盤政策措施 很重要的是著力以保市場主體來穩就業 他強調要繼續落實各項政策 推動經濟運行盡快回歸正常軌道 強調要以發展速就業 以就業保民生 盡快將失業率降下來控制住 用改革的辦法 拓展市場化社會化就業渠道 增加就業崗位 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道 國務委員兼委長王毅會見即將離任的 歐盟駐華代表團團長旭白 王毅說近年中歐完成投資協定談判 取得重要合作成果 同時中歐之間存在一些分歧 亦都不時影響中歐關係健康發展 關鍵是歐方要對中國的發展方向 形成更客觀和正確的認知 強調中歐應該加強對話溝通 維護多邊主義的時代潮流 歐盟駐華代表說 歐盟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不會違背對一個中國的成立 古籍在長期流傳的過程中 會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損 在陝西就有一班古籍修復師 用自己的考手 令一本本破損的古籍重獲新生 施繼文是陝西省圖書館 歷史文獻部的一個修復師 十幾年的職業生涯中 他修復過很多不同的古籍 修復的過程中添加上去的這些材料 和年合計一類的東西 在一定的周期內可以把它取下來 為今後這個古籍修復的 在科技的再利用方面提供一個空間 在圖書館古籍保護中心 施繼文和同事工作起來 往往一坐就是一整天 憑著自身的修復技藝 他們將文化記憶修補 令傳統文化得以延續保存 陝西省圖書館目前 正是做古籍善本的數字化工作 希望通過數字化 被古籍的壽命盡可能延長 令更多人能夠欣賞到古籍的魅力 無線電視記者彭建華報導